刀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通过嘴巴 嚼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我们的 这个刀来削的方式 这个我们把两种方法 介绍给大家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在系统里面 用没有带刀的这种情况下来 我们就是用嚼的方式 来改变这个玉米的 这个行动的大小 让我们在百官集中取善件 就能成为一种可能 一个包裹的话 比较200颗下来 咱们钓到 而我们的棵料区域呢 全部都是这种 粗颗粒的 比如说我们在钓的时候也是 采用同样颗粒大小的这种 玉米的来做钓完的话 我们钓到鱼的 几率呢就是 200分之一 从概率上面来说 我们就是200分之一 而我们把所有棵料区域的 这些玉米粒 通过我们咀嚼的方式 改变了它的大小 小小之后呢 而我们钓上的这一块 是最大的这一块 通过我们的兜钓的方式 通过我们围经钓源 这些方式来改变这个鱼的 死死的这种情况 咱们就是第一时间 我们的对象鱼 能够发现我们的这个 最大的一块玉米 就要在哪里 所以说咱们让整个 荷尿区 我们耳尿上面的 就是我们钓子上面的 这一块玉米 是最大的 然后就是让我们 在钓鱼呢 定一时间 让我们的鱼 能够识别到 我们的水到耳尾上的 就是这一块玉米